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餐厅 一般来说我们到餐厅吃饭 不是吃得开心就好 也要防止意外 因为常常意外发生在一瞬间 因为在台北有个八个月大的小朋友 他跟妈妈到了婚宴会馆来吃喜酒 但是当时服务人员 把像这样一大锅的热汤 就放在小朋友的面前 那么小朋友捞啊捞啊 不小心热汤就烫到了小朋友 造成他身上二度灼伤 这个妈妈当时非常的生气 因为呢服务人员并没有马上 像这样提供这样的一桶冰块 甚至呢也没有叫救护车 或是叫警方 所以妈妈非常的气愤 马上就把这个过程 po在网路上公诸于世 那么究竟呢来到餐厅要注意什么 其实在于服务人员上桌的时候 或者是小朋友在上座的时候 都有座位学以及上菜学 小姐我们要帮你上热汤了 请小心这个汤很烫哦 小心请慢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在餐饮界 已经服务20多年 这个林小姐服务人员 来告诉我们 在上桌以及座位 在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妹妹嘎嘎 林小姐你好 你好 那一般我们来到餐厅的时候 就是说在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的话 在上座 就是座位的方面 就是也有她的特定要坐的位置 才不会发生危险 是的 其实我们一般在跟服务人员 都有做事情的教育 一般我们上菜动线 都是会安排在走到的两侧 那我们小孩子安排的 小孩子跟老人的安排座位 通常我们小孩子会安排在这个地方 老人安排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能住吗 对对 就是上菜的动线 你尽量不要去坐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小孩子跟老人 尽量去坐在里面 所以因为 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上菜的时候 如果是你 我今天是一个服务人员 我端了菜要下 通常小孩子个子比较小 我如果是直接这样横跨上去 有时候热汤会领到小孩子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那还有个地方就是说 像有些客人 他可能会把包包放在这边 像如果不小心拌到 真的会很危险 对 其实客人的包包 放在这边是相当危险 像我们如果端了菜 其实在上菜 踢到很容易就整个趴上去 所以说通常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其实会教育客人 你第一个要把包包 就是好像我们搭飞机的概念 你要把包包收起来 藏在你的椅子下面 这就是很安全 或者你把包包拿起来 放在你的椅背后面 这样子就不会造成 我们上菜的任何危险的动作性了 那再来 其实我们的上这个大锅堂 我们也是有一个学理 就是我们在上的时候 通常我们到达客人之前 我们会先告知客人 声量会稍微提高一点 说对不起我们要上热汤了 请小心后面热汤烫 好我们会直接上桌 然后会离桌边缘的地方 距离大概20公尺左右 就是避免小孩子 他伸手可以直接喷出到的地方 所以最后再次提醒 就是说我要上桌了 一定要小心 大家注意宿静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汤的部分 一中一中的汤也是 就是说一人份的 有大锅的也有一人份的 一人份我们要注意什么 小朋友可以接给他吗 不行 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上 一中一中的时候 为什么小朋友都会把它放在转台上 因为小朋友 第一个他的位置在这边很近 如果我们也先一中的汤 也跟大人一样 把它放在小孩子的面前的话 这个原本汤 我们是整个下去蒸的 其实他的这个盘子也是很烫 那小孩子如果不小心伸手一抓 他就容易烫伤 或者手一伸下去 他的烫伤颜度实在是很严重 所以说我们会把它放在转台上面 就是让爸爸妈妈去协助小孩子来用餐 所以就是剁一道把关 对 妈妈可能爸爸看了 凉了再给他喝 对 所以说当我们上馆子 不管是吃饭还是吃喜酒 上桌或者是上菜的时候 其实都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